欢迎上去昨天晚间降下了好大雨 台九线的苏花公路 从晚上六点开始 共有两个地方发生坍塌 导致和平民隧道涌进泥流 一度证实封闭通行 其实从这个画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图示 不断进到隧道里面 击成一座小山 昨天没有造成人员受困受伤 而公路局也派出机具 希望可以在最快时间之内 抢修完成 感谢观看